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及来 王立军 他们 我可以这样想 对重庆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是重庆的和中国的一个巨大的灾难 他们在重庆唱红打黑这个运动 离十四年左右 唱红 唱掉了拿税人的几千亿 打黑 黑打 抓掉了民运企业家和共产过程 以两千人 抢劫 以社会的民运 抢劫 发款 以暗向模糊的概念 发款 追缴 私营企业 私有财产 上千亿人民币 而且 通过薄熙来 王立军 公权力 通 公权力 操控了 这个公监法师 包括武警 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是吧 冤假错案 如果说 中央政府深究他们的话 我觉得 重庆的黑幕 打黑 黑打的黑幕 才刚刚拉下 序幕才是刚刚开始 重庆的受害者 受迫害的人 到现在 他们这些家属 包括这些所谓的社会人员 这个 心灵的创伤啊 是非常深的 现在 还生活在一种高压恐惧之中 薄熙来 主政着重庆 这几年 主政重庆 我认为 就是 比文化大革命 还恐怖的 红色恐怖